其實梅斯剛說他是用一個巧妙而強力的方式來去談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他支持臺灣任何一個世界上的人支持臺灣 我覺得我們都是感謝的 但是我覺得他這個刻意而巧妙的說法 到底是要支持維護臺灣還是要去激怒中共 而且我覺得不要忘記一點 他提到的是說他支持的是臺灣共和國 對不對 我很抱歉 我們的國號叫做中華民國 如果還要支持他 應該好好支持我們中華民國才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他是弄錯了 那現在其實不管是兩岸或者是美中關係 都是處於非常緊張的時候 任何一個人的一言一行 都很可能會牽一把動全身 我覺得不得不去謹慎 那如果說我們在對於這些關心我們的朋友 或者是他們有自己想法的一些人的發言 那我覺得我們的回應 就更應該要去謹慎一些了 那其實我們剛剛講到這個臺灣共和國 講到這個中華民國 我覺得無庸置疑的現在 其實蔡英文總統就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但是我們看到其實過去他有很多的時候 在很多的場合 他都是自己迴避去談到中華民國 甚至於我們看到在這個國慶的時候 那中華民國的這個國號 我覺得也有被刻意地去迴避掉 那我認為說身為一個總統 他自己應該要知道 怎麼樣去維護我們現在才是中華民國 是我們的一個主體 那但是我覺得不管是我們自己長期沒有這樣去提 或者是今天我們對於沒事的發言 我們沒有去糾正 我覺得這都是遺憾的事情 那當然我們看到這次這個美國的議員 這樣子來訪談 來訪臺 那當然就是提了很多很多的說法 可是我覺得千萬不要是口惠 而沒有一個實際的幫助 那到頭來其實不管美中的關係越來越差 或者是兩岸的關係越來越差 對臺灣都不會是一件好事 我這邊其實我要嚴正的 向Nancy Mates提出抗議 請問一下是誰給你的資訊說 只要你提了臺灣共和國 臺灣人民都很開心 行不改名做不改姓 我們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這跟中國大陸一點關係都沒有 就是我們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你憑什麼幫我們改名字 你憑什麼認為說 你幫我們改了名字 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歡欣鼓舞 說哎呀感謝你 莫名其妙 哪裡傲慢成這個樣子 自大成這個樣子 把你自己當成誰了 我們的太上皇嗎 幫我們改了名字 還說大家都很開心 大家都非常的歡迎 大家都很開心 什麼態度嘛 你幫人家改了名字 你還說別人很開心 那回到臺灣 請問一下中華民國外交部 你還有沒有一點點的國格 如果你有國格的話 你就應該正式的提出抗議 我們叫做中華民國 我們從來沒有改名改姓 你怎麼可以讓別人幫我們改名改姓之後 還說這件事情是一件好事呢 本來一開始的時候 Nancy Mates她在這個推特上面發了這個推文 我說真的我其實當時就覺得說好那沒關係 因為其實這個美國的眾議員 尤其是眾議員 因為他們地方非常local性 所以他們可能關心的都是地方上的一些事物 因此她可能並不見得這麼樣清楚的了解 國際上面的一些各式各樣的關係 早期的時候 美國國會議員把臺灣跟台南 然後混淆的還所在多有 所以我覺得不應該計較 但既然她說她是百分之百的故意 那我們就要問 是誰給你的訊息 要幫我們改名字 而我們還居然會開心的 我要告訴你 中華民國國民不開心 這其實才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外交部 應該要嚴正的去向Nancy Mates 表達抗議的地方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